《星光大道》自开播以来就备受观众的喜爱 节目捧红了无数草根歌星 其中就大家所熟知的《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于2004年成立 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获得了季军 才走到了观众的视线中 他们唱过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 比如说《月亮之上》 《醉炫民族风》和《荷塘月色》等等 如今《凤凰传奇》出道15年了 仍然是观众十分喜爱的组合 《凤凰传奇》由凌花、曾毅组成 成名之后外界都以为他们两个是夫妻 其实二人只是朋友关系 凌花于2011年嫁入豪门 丈夫于明昭是公司CEO 两人还设立一个可爱的女儿 而曾毅则娶了新疆姑娘李娜 两人育有一个儿子 昔日主唱凌花卸身某机 常穿着彩色毛衣外搭紫色棉袄 戴着一顶灰色帽子 整体造型毫无是上感 有点像大妈上街买菜的打扮 最令人惊讶的是凌花纯素叶出镜 虽然皮肤很白 脸上有点浮肿 刷下来和眼袋也特别明显 十分的偕老 有部分网友非常的惊讶 怎么才38岁的凌花 瞬间变大妈咯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这才是最真实的状态 自然又不做作 你们喜欢凤凰传奇吗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吧